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国会资深民主党众议员阿尔西·黑斯廷斯最近提出决议案 谴责中国玉林狗肉节并敦促中国结束狗肉交易 决议案表示,据报道,每年玉林狗肉节期间有一万只狗被宰杀 中国每年狗肉交易中有高达一千万只狗丧失生命 其中很多狗是被窃取的宠物,在被送到屠宰场时还绑着狗搏套 被送到屠宰场的狗通常是以极为惊人的残酷方式被活活打死 在旁的狗身心受到重创,目睹其他的狗被宰杀、剖腹和活活烧死 决议案表示,除此之外,狗肉交易包括捕捉、运送和宰杀狗和吃狗肉的行为 让人类暴露于多种疾病的风险之中,包括狂犬病与混乱,对公共卫生造成威胁 另外,很多狗肉交易商贩卖被毒死或因不明原因死亡的狗肉 违反中国相关食品安全法规 决议案敦促中国政府和御林有关当局执行2011年农业部全产地检疫规程 并下令禁止把宰杀和食用狗肉作为御林节日庆典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决议案敦促中国人大制定一部动物保护法 并在其中纳入禁止狗肉交易的条文 民主党议员黑斯廷斯表示 玉林狗肉节中对动物极为残酷的行为不仅极不人道 而且对玉林的公共卫生造成威胁 美国对此不能保持沉默 所以她提出这个决议案,希望让人注意到这个可怕的事件 国际人道对待动物协会宠物部主任凯利·欧米拉 在通过skype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该组织对这个决议案表示十分欢迎 她说,不管在什么文化中 极其残酷的狗肉交易没有存在的理由 从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研究中发现 整个交易的所有部分都极其的残酷 没有任何文化有借口让这样的情况存在 当这些狗被捕捉到之后 它们被放入极小的铁笼里 一个跌一个 在长途运送过程中 很多狗被窒息而死 它们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休息 并暴露在极为寒冷或是极为炎热的天气中 那些幸存者最后面临的是被残酷的屠杀 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在任何国家继续发生 这真的是极度的残忍 欧米拉表示 国际人道对待动物协会 呼吁中国有关当局 立刻禁止在玉林狗肉节上宰杀食用狗肉 并禁止所有狗肉交易 美国真英国会记者张佩芝长小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